首先祝贺你的军战比赛 9-10个月的初期赛场 然后今天在场上有些什么感觉 还是比赛感觉比较生疏吧 然后上去虽然感觉打之前的活动准备都已经比较开了 但是在场上对于整个环境或者是在场上的感觉很差 对第一局开局的时候也确实是6比11落后 那段时间你是怎么调整调动自己 然后顺后转打中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局那边因为感觉风比较大吧 然后那边是顺风 完了之后可能是给了球自己失误比较多 完了之后再一个他进攻威胁也比较大吧 然后就连续丢分 但后面的话我就是还是加强了自己主动的一些 主动的一些自己的特点吧 然后才慢慢把比赛坠毁 那个赢下现在复苏以来的所有场胜利现在是个什么感觉 这场球还是有惊无险吧我觉得 然后第一局比较艰难 然后第二局明显就是比第一局要放开很多 然后现在希望就是通过这个第一场球吧 把这个状态好好总结一下怎么去下一场打得更好 那个之前你一直在进攻训练的话 这段时间你感觉有什么收获 我觉得 我觉得收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觉得还是团结吧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帮助我 然后尽快的就是说恢复自己的身体 然后加强自己的体能 就是各方面吧我觉得都有进步 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终于下一场比赛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